大家好我是小飞 罗布奥特曼第八集 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 但是也给我们挖了不少坑 看完第八集的剧情 小飞心中 纵然生起了四大疑惑 看看大家能否给我解答一下 不胜感激 第一点疑惑 以后我到底是怎么称呼爱人城 到底是叫切雷撒好 还是爱人城呢 看了大半部的罗布奥特曼 你现在告诉我 爱人城并非真正的爱人城 而是被一个外来宇宙的生物 黑物切雷撒复生后的状态 而且这一复生就是15年 也就是说爱人城只不过是 切雷撒的一个载体 这叫爱人城情何以堪 想一想 之前那个风趣幽默的爱人城 竟是这么一团黑物 真的让人尴尬 你说我以后 到底是称他为爱人城 还是切雷撒咧 第二个疑惑 不害两兄弟的妈妈凑林 哪者的变身陀罗 到底是如何落到两个儿子手中的 如果大家对罗布TV第一集 还有印象的话 一定知道 不害两兄弟 当时面对怪兽 格尔吉欧的攻击 莫名其妙的就进入了一个 异次元空间 两人在里面 莫名其妙的就得到了 罗布奥特曼的力量 以及用于变身的陀罗仪 还有两枚水晶 但在第八集的剧情中 爱人城阐述道 当时变身陀罗 是被他们的妈妈凑林 给偷偷的拿走了 而且从此人间蒸发 那么这其中又是如何 从妈妈的手上 转转到了 胡爱两兄弟的手上 难不成那个一空间 是他们妈妈凑林开启的吗 第三个疑惑 爱人城到底是如何 获得光之力量的 在第八集中 只是说到 处林拿走的变身陀罗以后 爱人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以及无数的挫折 终于获得了光之力量 看起来简直像是一部奋斗史 可是你倒是告诉我 这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到底是如何得到的 难道是洪凯传功的不成 第四个疑惑 预告中那个小女孩是谁 是不是杂志海报的 那个迷之少女 从预告来看 爱人城似乎进入了回忆画面 而他将一个暗黑欧物的人偶 给了一个小女孩 而这个小女孩 莫非就是在杂志海报上 出现的迷之少女 据说他将带地爱人城 成为下一任的反派boss 大家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以上四个疑惑 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转发关注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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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